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中产党 今天讲的不止中产 大家都会关心 就是这个消委会的报告 其实消委会有很多东西讲 不过我们就想由一件事开始讲 就是它最近关于电子烟和加热烟的测试报告 每一次我都要问 不好意思 有没有钱收? 没有啦 有我发达 你写这么多? 这些照片真的没有人懂 我们应该骂两边 因为两边都骂 两边都骂 看什么角度骂 没问题 新闻稿 电子烟及新烟草产品进驻商场难规管 重速落实 全面禁制 保健康 为什么我觉得奇怪呢 这是消委会 你应该测试得合法的 不是 这是你其中一件事 首先消委会 保障消费者权益 是不是应该禁贵了它呢? 应该给一个选择 对啊 那又很难说 那你又测试一下毒品 你首先 现在最低限度是 未正式立法 当然是 现在仍然是合法可以吃的 是 就算他立法都未必禁食 是不是 所以 除非你说合法禁食 的话 第一个点就是 它现在是叫政府全面禁制 重速全面禁制 不是说给消费会 不是说给那些选择消费者 是啊 我觉得消委会会做的影响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你先给它卖 接着你就做一个测试 你可以说它这些不健康 那些好像香水又敏感 那些什么什么又致癌 香腸又致癌 九十几样 他都不会叫人家禁手香腸 就不会说禁手 他会叫那些某些有害香腸回手 这种不奇怪 不是奇怪 是月楼权 这件事不是你消费要做的 只是月楼权 那件事你狗猪老鼠当股难死 那些是食物及卫生安全局做的 不是你消费者委员会做的 就是消费者委员会有什么 你不要走到隔离 理人家那些东西 你问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那样有害 你就不要测试 因为消费会不会测试那些枪械 不是 测试枪械可不可以 现在有合法 那消费你会说 哪些 理论上是烟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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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是的 是做的事 是的 就像股票市场那样 你这些会很明白的 那你披露为本 你均均均均均均均 说回你卖那样东西的成份是什么 那消费会我觉得他应该做这样东西 就不是说好像 好像 KFC 不是好像 SFC那样 KFC那样 KFC那样 这些都好像叫KFC那样 是 做测试 解释给市民听 他跟他话码那样东西是否符合 是 那至于那样东西 消费者觉得应不应该去消费呢 那他们就选择了 就是 消费会是很离谱的 你说的选择 原来是什么版权 这个可以待会再说 但是除了这样之外 你觉得这个报告有没有什么值得 就是要说的地方 要说的地方就是说 他又召唤 他说有得卖不对 是 因为吸引到年轻人去消费 那是不对 那我觉得从来这件事 你是那些什么 禁煙什么什么会 医学界 你说的 我就觉得是 都可以理解的 那你从消费者的权益 角度去出发的话 就我觉得不是很难道理 我可以尝试帮消费会说话 第一件事 为什么他这么快要说定 因为他收到封销已经要禁销了 早收三十销 就做好这一件事 帮他做小 就是 第二 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 消费会去做关于 UPA 和出租汽车的报告 那报告就说 其实他最后的建议就是 可以发几个牌 但是不要发太多出租汽车的营运牌 原因就是 因为出租汽车 如果太多牌 就会影响市场竞争 我真的心想 怎样影响市场竞争 排越少就会影响竞争 排越多更多选择 就像你所说的 选择越汉 当然选择越多越好 你会想到 他能不能讲这些 这么违法经济邏輯的东西 不是 他消费也不应该做这一件事 他说 UPA究竟是哪一件事 他消费者不应该是指出的 指出的制度 他应该说等车等多久 UPA等多久 是呀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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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钱看不看 价钱不笨 会不会骗你 但你也明显会想到 为什么他会说这个结论 又是帮政府做势 所以第二个问题 他有提到宣传手法 说他没有那么有害 那些事情他有提到 但他没有做什么测试 他只是说 这些全部都是骗人的 当然一样是有害 我期望你消费会的话 应该是这个发言所测试 是的 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 你拿去验不验 不验不验 宣传手法是不会有害的 即是那个产品有害的 宣传最多是产品和什么不相称 那时候你几个猜猜 你没有那么多 即是你有验人就没有害 宣传手法是没有害的 其实我真的期望 产品有害的 就算你是有计划在里面 是想推倒这些东西 或是帮政府护航去禁销 你便用数据 你便用数据 你便真的去查一下 那些电子银行 或者什么家银行 看看是不是他很多有害的产品 和他的宣传说的东西 是否不符合 你便说给消费者听 他又不可以做 不是啊 但是如果他是不符合的话 就违反商品算命条例 是可以告的 那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他可能已经查过 那些广告就是没有事 所以只能够用这个报告去批评他 所以到最后 很不幸的地方 就是我们经常都以为 很有公信力 很公正的机构 其实都难免要为政权服务 为什么我不排除他 有时做的测试 是市民欢迎 是对消费者的选择 没有说到这件事 是对了 就是这一单 或者是测试你讲 最欺人的地方 可能你做十单 有一单是这些 那都已经够死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根据我们做这个世界上的 所有这些坏事的方式 你都要延收你的公信力 就是你要做十单好的 那些人不过意 塞一单出来的 为什么全部单单都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觉得消费会是一个很公正的机构 我以前是选择月刊 我每一期都买 之后就算他有一轮不买 他都一定会去图书馆看选择月刊 我还记得选择月刊 其实他那个测试报告的公信力很强 几乎每一次测试报告之后 他认为的最佳商品 都是立刻给香港人抢购 当然那样东西很贴地 譬如我说吸塵机 譬如我说风扇 譬如我说冷气机 我印象最深刻 都是早半年左右 他就做了一个厕纸测试 他有某一只厕纸 就说他不是最贵的 但其实他是最高分数 结果那只厕纸是两天之内 全香港九龙全部卖 你可以心想他的影响有多大 有时苹果日报都卖 都卖了 但其实口单以前 就是一本便 然后就是苹果日报 全部大家都卖 内了私人机会做 就是怀疑你收钱 是的 因为萧委会 我们为什么会相信 它就是政府做 你不会收钱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这些东西可能会收钱 因为很多测试报告 那些分数是自己的 譬如他说水溶度有几粒升 油银度有几粒升 油银度有几粒升 他会将水溶度的百分比 第二度很高 其实我不是很关心 厕纸在水里 但他可以调度很高 但因为你没有了那种商业考虑 所以你的公信力 是会比一般私人传媒 或者公司更加受益 而信服 于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Kavin说到这个选择月刊 我就想起早前有一宗新闻 就是说这个新假期 他就在他自己的Facebook page 就说我们有一个测试报告 可以给大家看 大家只要PM 我们就会传给你 结果有些人PM 就会传给他 就是将选择月刊 那个测试报告 照复复 然后就传给他 因为法律问题 我忘记了是某本刊物 我忘记了是新假期 某本刊物 那些人就觉得 这些是违反版权的 我就不是说要去批评某本刊物 我现在强调 我不知道是否是新假期 所以不要告我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我经常都觉得 萧委会做这些测试报告 是希望做什么 是希望造福市民 是公帑来的 是的 他用的是公帑来的 我就不明白 今时今日 选择月刊 我们都是要付钱 而选择月刊的报告 都拥有版权 是不可以被其他媒体转载的 结果出现一个矛盾的情况 就是 你每次选择月刊 做完的测试报告 所有媒体都会报 但是他就不会全部报告 就会一够 因为他全部报告 就会违反版权 我觉得 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 或者立法会议员 去提出个动议 就是 不如将选择月刊 任何的测试资料 全部放上网面 应该同样 好吗 我来讲一个法律问题 当然 如果你有一个雜誌 你没有钱去打 你如果用政府公帑的东西去做的话 是不可以作为一个版权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我会引用香港联监 我引用所有政府统计资料 是否都有版权 我们不可以引用呢 明白吗 我要整个统计资料 因为政府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都会引用的 如果政府是公帑去做的话 根本你就不应该有一个版权的东西 就是这件事非常茅 而且是违法违宪的 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是违法违宪的 那我不止是 可能他选择月刊 他是一个半政府公司 不不不 但是你的公帑都可以做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 那个人如果花几千万给你打官司 不如不不不 你要多少一盘 这个完全是一个濫用 濫用他那个什么 政府的公权力 我说不到 但问题就是 你其实只不过因为 你怕会影响到选择的选择 去到最后 就是因为选择月刊 有一席人去做 你只有靠卖的杂志 就是来证明 为什么有一席人去做 其实你看到的 《选择月刊》那些牌板 那些 product 肯定是有一席人去做 其实你放了上网 你都可以说我整个网很漂亮 要请一席人去做 但是放了上网收不到钱 不收到多少钱 收到多少钱呢 收到的钱都不是够 那些人都要政府资助 所以如果既然不够 你需要下人来侵犯版权 如果要侵犯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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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影响到的收入 你现在要侵犯版权 你现在要侵犯了多少收入 你现在要捐捐你是失败的 我自己觉得很奉承的 这件事大家都看到 这么多年以来 是没有人去选择 为什么这么相信 港珠就觉得要付钱去买 以前是要的 因为以前没有网 对 因为以前没有互联网 我政府反正都是给你们抄 不如我自己出版的更加有公赏力 我出版之后 你们都可能会转作错误 你没有互联网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媒体拆开 就是我现在这本书 你可以买一本书 但是以前你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你应该没有办法 难道你做一个 口读一个 就是现在口读的 不是你开个记者会 开个记者会 你都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报 是的 那时候你开了整件事出版 根本上那本书就不应该出 那些告证就更加不应该 那就是公资的知识 政府是有知有责任的法 但是你现在这样 你就是这个政府是欺责的 不是 我觉得现在选择的 月刊的测试报告资料 之所以被这么多人引用的原因 都是因为互联网 就是以前你看报纸 我禁止了那页就不知道了 现在有网友会不会分享给你们看 有人告诉你们 又有新的测试报告 又有很多报道了 所以这个样东西 当然是很落误于时势 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个讨论之后 其实有两个事情可以做的 首先说回新闻的事情 你说要禁止的话 当然是电子烟的话 你真的要认真做些报告 是有什么不妥的 你就告诉别人 那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你还给他免费放上网 是的 当然我也明白 为什么最后他也是不免费放上网 因为那些人都照抄 但是就蝶蝶蝶蝶蝶 抄一些不抄一些 等抄有风险 是很不容易 结果那件事 那你想想 如果能告一个公司 你就能告不停抄上网 是的 我随便告你一些 我都可以告 只要你告 幅度是够大的 我都可以告 那你是不是全部都不告 你都不能够的 对不对 还有告都很欲宣 人家是帮你们政府宣传 你们做过的事 结果反而还要给你们告 我就是批评他 对不对 不是 批评你 而你说我们有问题 我都还要明白理解 我帮你宣扬出去 还要给你告 这件事我真的拗爆头 但anyway 希望我们有些政界人士看到 帮我们争取一下 下次再说其他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